哎哟,这下面什么都没有啊 小心后面,有东西出来了 啥味啊 啊,怎么是这个家伙 救命啊 关门 没用的,它可以转远物体 那,那还能怎么办 大家好,我是SAP,迪迹台员31号 这次我知道如何应对173了 就是它,SAP1499 难道你想 没错,因为1499带三号就会进入另外一个世界 那么173就没办法攻击到我了 哎哟,没想到你还是个小机灵鬼啊 哈哈,那必须的 走走,现在可以随便让咯 这下去是哪儿啊 不知道啊,我也没来过这里 哎哟,这下面什么都没有啊 小心后面,有东西出来了 啥味啊 啊,怎么是这个家伙 救命啊,关门 没用的,它可以转远物体 那,那还能怎么办 跑,跑快点 啊,怎么还在 看来,只能这样了 总算是安全了 没想到还可以这样玩 看来你这次真的不用怕173了 话说,南极的雪好大呀 为什么要把寿主锁在这里 这样安全啊 就算出了暴乱了 也不会影响到正常的世界 有道理 这又是哪儿 哎,这个是 S,C,P,9,A,3 一个老式的机械猴子 攻击方式 与人物里碰撞后 就会翻一个跟档 唱生日歌 防御方式 按照一定方式 跟着它唱歌 这也算是S,C,P 不就是一个生日礼物吗 还蛮好听的嘛 等等 这个S,C,P,9,A,3 每唱完一遍歌后 听者就会老一岁 S,C,P,9,A,3 会一直唱到 听者老死为止 啊,那现在应该怎么办 据说附近有一个 跟着唱的文章 找到他跟着唱就不会出事 去看看是不是 常在983附近了 哈哈哈哈 啊,173怎么也在 要死了要死了 哎,我没有死啊 难道 983要比173厉害 所以173都不敢动手了 完了 这样下去慢慢的死 还不如让173给我一个痛快 哎,感觉983比173还厉害啊 173还可以多 是983唱几歌来 躲哪儿都没用啊 32号 收拾收拾出来吧